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叫法师 您在场下问呢 可能说老师解答的机会不是很多 因为我的时间很有限 如果能把问题拿在桌面上 您一个人受益不算 让更多的人因你提的问题能受益 也是一念的法师 胜过众多财宝的诗 一切诗都大不过法师 众生比较迷茫 颠倒 无助 说每一个人的问题 都可能成为人们的助缘 你就是众生最大的善知识 其实只有通了法理 人们才可离苦 才可解脱 哪一个问题都可以提 虽然我们有很高的水平 但是我们可以互相学习 或多或少 可以为您做一下善知识 互相探讨问题 所以希望来的局势 能提一些重要的相关的问题 急需困惑的 又找不到答案的问题 提一些个重要的问题 让大家来解误 我念啊 就是我讲我的 然后有句是想提的呢 可以提 张老师您好 以前改过名 现在去派出所改过来 还用师傅清理吗 不用 要求改过名字的 赶紧改回去 可能 认为名字不好听改了 有的人说 孩子身体不好改了 有的人说 想发财 最名不好 不发财改了 还是 迷惑 颠倒 贪婪 就这么几大理由 才能去改名字 但是现在有了这种 宇宙人生的真相 拿出来告诉人们 不可以改 先期看过底下都知道 就改回去 说实在改不回来 怎么办 就随缘了 尽量改呀 人力能做的 一定要自己去做 目的呢 不是说 要每一个人都来我们这里 来解决这一类的问题 就是想把这个法 给正生 让人人都知道 一些人类不知道的法 来填充你的资粮 来行走你的人生 讲的是这样的目的 大家一定要明确 说现在已经 现在去改过来了 不用啊 不用担心 改过来就好 我老公公的 目的就是啊 葬在 什么地方 后来国家给占用了 老公公先去 是的 我老婆婆的骨灰 也葬在那个山坡上 但是没葬在一起 就是说 再去拜祭的时候 就找不到了 怎么办 哎呀 这也是个问题啊 他怎么整个 找不到了 那样的啊 挺好 提问题的局势 如果实在找不到呢 那你必须得天天上早晚课 恭请你的公婆回来 听经文法 告诉他 必须恭请他回来 因为你找不到 你不能放弃他 至于他去了哪里 你也不知道 一旦他要是不除地狱 你要愣了 还真是个事 但是如果你能把他恭请回来 听经文法 这个就比较好 选择一个最上层的办法 就是每一天做大恭请 按照我们的恭请文 恭请回来以后给他们念经 按我们的早晚课去行 然后呢 实在是地藏经 必不可少 这么做呢 阴阳节度 既能储备你的资粮 也能度化王者 至于骨灰盒找不到的事 你就不要挂爱 哎 说我也不修行 我也不上课 我也不念经 我也不念证 找不着就算了 哎 这个可不行 反正两号你自己选 要么你就可劲找去 哎 你要是问我的话 那就不找了 哎 你就走佛道吧 把他名号提回来啊 天天送经 十三日地藏经 平时就早晚课 必须要精进啊 因为佛法是阴阳节度的 凡夫要是不觉悟 不努力 都懈怠 你就 无法 不化王者 至于说 王者去了哪里 你连知道都不知道 你真正知道 王者去向的人 不多 你要得多大的神通 你可才知王者的去向 而且有的人说 我知道他去了哪里 不一定准确 因为你的神通不够大 啊 每一掌五眼六通 观不到世出世间 所以那么做 比较有风险 就按我说 那是万无一失的 又不挂赖 又阴阳节度 非常好 张老师您好 我是一名中医大夫 我想问一下 大夫给患者治病 患者是业力所感 患者的业力 是否得有 大夫修 请开始 从业力上来说 医院啊 他是对世界人来说 那是一个了脱病苦 为射身解脱痛苦的一个场所 这是必然的 如果人有病不去看医生 可能你会痛上十天 如果看医生 你可能会痛上三天 会减少人的痛苦 缩短人的病期 起到了辅助摄身的作用 那么从佛法的因果上看呢 医院即是一个消业的场所 因为人造业以后才得病 得病以后呢 辛苦 到医院花钱是干啥 是破财 破财是干啥 是消业 是了业 是还债 就从佛法的因果关系上看 说这个人有病的 他坚决不上医院 为啥 是你欠债 你光设身受苦还不行 还得让你去破财 你得花了这个钱 吃了这个药 遭了这个罪 最后你才能好 所以说 医生背因果吗 怎么说呢 不是不背因果 这是两个问题 咱一个一个答 说医院确实是 消减众生业力的地方 它是一个自然流转的 这么一个过程 说没有医生 比如说 一个感冒的人 他如果要不吃上 感冒药 种种药 来抵抗这种病毒 他可能会半个月 或者是失贴 但是如果吃了药 可能一周就好 你招罪还得吃药 然后还得花钱 花钱就是破财 破财即是了业 了业即是还债 从因果关系上看 但是大夫啊 责任重大 为什么说 一个中医大夫 如果你开在中药之中 没有生命还好 如果有了生命 也不是毒带业 像现在什么 什么龟壳了 什么虎骨了 什么什么 这都是 有情众生的 生命形成的 也被因果 第二呢 就是说 其实一个如理如法 行仪的人 他是有功德 没有业障 想找这样一个医生 就比较难 人们大多是看于金钱 说哪个药柜 我能挣钱多 我觉得开哪个药 说明明这个药 十副就能吃好 那吃三十副才好 不少见的 为什么有的医生 给人看病 最后自己得的病 都无法去医治 是人类医学 不能医治的病症 我见到过几个中医 还有针灸的医生 不用说 他们一定是赚了 魅心的钱了 所以 大夫风险比较大 但是呢 你要是学佛的医生 就不一样 你也可以掌握人的生死 你可以一念的转 你就是大慈大悲佛菩萨 就像佛那大医王似的 救度苦难了 这就是心所为 但是这样看 正常看病 是不待业的 不背因果 因为这是必然的 他还要随顺一个世间 与初世间两个法的随顺 但是随顺善 不是随顺恶 这种现象是正常的 我们再打个比方 说一个急性穿孔的 蓝尾炎患者 你要是说 我就信佛 我不上医院 那你就等死 这是必然的 那蓝尾炎都穿孔了 难挺了 那我信佛 我不能上医院 有很多修行人 也这么想 哎呀 我信佛了 有病 我可不能上医院 信邪了吗 就是 不能这样 该找你破罪笔财 该找你招罪笔罪 因果已经成熟了 你想来改变这个果子 已经很艰难了 就像说 我们种树似的 种苹果 种橘子 说苹果 有没有橘子好吃 对我不吃 我偏要橘子 那这数已经来不及了 干啥 你得先去学会种树 然后才学会改变果 现在改变树 不能改变果 咱现在的人不一样 比较颠倒 人们都就拿着果实 去改变它 说有什么样的大力人 能改变这个果实呢 活活也不能 不能阻止业力 不能转定业 那众生就不理解 有好多病苦灾难的人 他们就认为 他得了癌症之后 就信佛 信佛他的癌症就能好 当他癌症不好的时候 他会说 哎呀可算了 我可不能信佛 那根本就没好 你不知道是你造恶在先 得果在先 信佛在后 你按先后顺序排都排不对 他总得有个先后啊 所以有太多的人 都是这样想 他把他的病重 病苦都依托给佛 他认为万能的佛 一定会救他 当他在佛门中 没有解脱的时候 他就会傍佛傍法 诽谤三报 然后又自断会命 他就没有悟到 真正的法理 宇宙人生的真理 他不知道 他知道佛可以改变一切 也可能 也不可能 它是一个辩证的关系 所以说 病情也是这样 大夫 怎么代业 怎么都代业 你心正 你就是大慈大悲 稍有差值 也会代业深重 我见过的那种医生 送医 他把那个药啊 都给他做成胶囊的 其实炒药的成分 他在的是汤药 你知道吗 他磨出来以后 一大片 一大堆 整那么大一堆的 其实 就挑那不值钱的磨 有用的 他放一点 没用的放一大堆 他多嘛 然后他就卖钱 其实 外行人不懂 哎呀 这么一大堡药啊 怎么怎么样 那医生还说 其实我都不挣钱 你看这么一大堆 我出去收你多点钱 其实那行人明白 炒药齐烂件的 他真正给你放上 治病的药不多 给你那都不是治病的药 他多多 然后他骗人 其实医生们 人人都要学佛 无论哪一个行业 你不学佛呀 你做人都不会 你光能看见钱 啥也看不见 金钱固然是好 可以养生 但是如法的赚 他就好花 不如法的赚来这些钱呢 既是罪业 也是灾难 很少有人误得他 各行各业都是一样 所以说医生这里边的学问 就特别大 也是中医大夫 我建议提问题的 这位居士 中医一般都针灸的 别针灸吧 阿尔蒙儿呢 还臭 跟冤心再说商量一下 如果针灸 你会与无群纵生结怨 我见过一个针灸的医生 针灸几十年 最后自己 痛风不能治 腰肩盘突出 不能下地 自己都不能理解 我一个几十年 行医的人 我都是善的 医生是善的 后来我说 您从事什么 行业 医生做什么 是中医大夫 针灸 这是我针灸 特别厉害 其实要用咱们佛法来说 您结怨特别厉害 这是必然的 有因必有果 你说那冤心在主 在那呢 你这一针下去 你结不结怨 你扎得越多 结怨就越多 人们必然要学佛 如果不学佛 没有佛法这个真理 来教化众生 任何一个行业 你都做不好 因为你不懂的事太多 你认为的慈悲 其实已经是罪恶了 没把别人救得怎么样 最后自己先爬下来 一个重疑医生的人 最后他也是不可阻止业力 所以这个中医大夫 正常接待患者是对的 这个和佛法 是不违逆的 不是说 我系佛 我不系医生 我系佛 不系法律 它全是 仍会贯通 是一不是二 必须要相信医院的 你不迫切这笔财 不着这笔罪 你的苦是不能离的 业是不能消的 要这样辩证的去看 我们修情的人 有这个毛病 有病也不吃药 我也不去看 你那信佛 还用吃药吗 那老佛爷 没有设身的 老佛爷有设身的 老佛爷会告诉你 虽然我是佛 但是我不阻止业力 您的病苦是业力 他会这么告诉你 现在有的人 不少是这样 有病 就算他放挺 他都不吃药 所以有个高血压的患者 都不像样子了 还不吃药 最后你得脑输血了 你不是找老佛爷算账呢 因为说我这么信佛 我都不吃药 他得脑输血了呢 那佛会告诉你 我的儿女呀 你迷惑颠倒吧 我的法是教化你的 但是我的法不阻止业力 得说你迷惑 是不是 所以信什么 你都不要信邪的 不要信歪了 就是迷了 啥叫迷了 迷信的吧 信大劲就是迷 迷啥迷信迷信 信邪的就不行了 所以 佛法无比的自在 放在哪里 都利益众生 如果不是这样 佛就不敢说 我是 世出世间的大法王 解法如如 辩才无碍 凭的是什么呀 他必然有一定的道理给人们 让人们来觉悟 来创新每一个人 这是肯定的 阿弥陀佛 又有糖尿病 行走不便 语言不清 就是 想要关一下阴果 是吧 其实 这里边 还是没有明理 怎么没有明理呢 请虔诚的佛子 就是 学佛看经典 十年 净灾 很不容易 深入精脏 还有心愿 还有红法立身 其实这种现象 也不见少 很多人 看书 修行 最后 没有了业 导致了业力献钱 这位老人家 也是导致业力献钱了 昧明什么理呢 可能 有好多人这么想 我一个信佛 十几年的佛子 都吃净口素 又看了那么多经书 我为什么 会得病呢 这就是说 道理没通 法理没通 看经典 长智慧 长智慧干啥 就是破无明吧 这也是破无明的一种 正法身 破一分无明 长一分智慧 但是并不阻止业力 能听懂这么讲是吧 看经典 长智慧 不阻止业力 他和消减业障 是两笔仗 很多人没有这么去认识 就包括拜佛磕头 都是一样 都是修功累得 只有忏悔 才是了业 才是消减业障 才是离病苦 离解脱 最根本的方法 就是忏悔业障 然后发愿 永不复躁 断一切恶 修一切善 这是一切众生 解脱的法宝 忏悔 没有掌握好 你像说 这老人家 这些年 看经书 十几年 一定看了很多 这时候要干什么呢 要清晋散知识 不要我执我见 也不要功高我慢 不要认为说 我看了书很多 我修了很多年 我怎么样 这个时候 你很难亲近善知识 没有善知识的辅助 不行 其实 佛法的领受呢 不在你修的年头多少 不在你看的书多少 你看的再多 你没有解悟 也只是 什么自念的功夫 我也见过 一些修行人 他们能把经典 倒背如流 说起话来 张嘴就是忌子 闭嘴就是忌子 就是佛典的忌子 滚瓜烂熟 其实佛法不是这样 真正的佛法 是自性当中的法 是自性的 用佛的话说 是法身 是慧命 不是文字 不是 不光是语言上的功夫 所以这个时候 你没有用到实处 你看的再多 也没有奏效 没有启用你的佛性 没有迫近这个无名 也不行 所以这时候 也希望提问提这老居士 不生烦恼 在这个时候 有好多人会傍佛 傍法 开始退道心了 信佛十几年的人 读那么多经典 也有大愿力 要弘法一身 现在连走都不会了 说也不清楚了 一切愿望都是泡影了 最后人们不理解 人们会 是不是得怪罪老佛 也不慈悲呢 说我想弘法立生 为什么会这样 我读那么多经典 我英语 做散知识 为什么不能呢 可能会有太多的不理解 方式不对呀 世家如来 人们都知道 他讲经四十九年 一个文字也没有 都是口述 遂随机而讲 气机气礼 众生提问 佛回答 所有的经都是这么形成的 有请问 有回答 须菩提 包括阿难 文书 有太多太多的人 在佛身边 向佛请法 所以佛讲了种种的经典 基本都是在请问时讲的 有不请问时讲的 好像就是阿弥陀经 没有问佛 佛自己讲 佛就想告诉人们 西方极乐世界 其他的经典 一般都是有请问的 所有的经典都是这样 这个时候啊 劝话一下 这个提问提 这位老人家 看看现实因果的光碟吧 因为理论和实践之争 还有一步之遥 理论再多 不切合实际 也不能用 就像说 纸上谈兵一样 讲的再好 天方夜谈 不切合实际也不行 所以现实因果的教育 和佛陀的 十二部经典的教育 融于一起的时候 人们才真正的受益 所以好多人都是 语言文字懂得太多 到现实当中就不会 所以告诉大家 任何一个星星人 你不要过于执着 像像这位老巨师啊 看十几年的经典 是否有了所知障 你知道的太多 认为谁都不如你 你就难以亲近散之身 难以获得另外一种法宝 其实佛的八万四千法 变幻莫测 什么八万四千法 怎么规定的 无有规定 助法由因缘生 助法由因缘灭 应激说法 纵生需要什么就叫什么 没有一个固定的框 来量佛法 为什么说佛法 高深莫测 慈父是真的 确有大力 教化众生 真实不许 因为我们到场 讲现实经过 面对种种的苦难众生 也真实的论证了 佛所说的 不枉语 就是他种种愿力 是枉语的吗 真实的吗 真实 没有一句是谎言 论这个经典 但是你在修行这个时候 过于执着于语言 与文字的时候 用佛的话说 一切既空 有空 无空 空空 最后你 倦了这些文字 就不叫空 佛的金刚经 告诉人们 佛说 知我说法者 如法御者 法尚可舍 何况非法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法是一个自信当中 生出来的法 你不要去倦恋和贪婪 说如法御者 法尚可舍 何况非法 什么意思呢 说比如你要 从一条河 咱们变比个河 就说 一个海的对岸 说我在这一岸 我要到那一岸去 过不去怎么办呢 我要坐船 过去的船 不叫船 叫法 佛把它作为笔入 如法御者 说一个 过到彼岸的人 他要坐船去 说我这个岸很苦 打个比方 对岸就是西方极乐 那没有人再想回来 所以说 想过过了这条河 怎么办呢 要有一个船 这个船指的就是 佛的法 乘佛的法船 郎度彼岸 说我过到彼岸了之后 干啥 这个船我就不要了 因为我不想再回来了 那你怎么不能说 上岸之后 我还得把这个船 从海底捞出 留在扛着呢 那沉沉的 就这个意思啊 我跟你讲 这么明了你才能走 要不有的人 天天念金刚经 就不知道啥意思啊 法善可舍 何况非法 他用着这种比辱 能听懂没有 能听懂 还有没懂 说我们要到对岸去啊 坐着这条船过去了 早上岸之后 这条船我就不要了 拿着这条船干什么 也挺累的 因为这个案很苦 我不想再来了 所以佛就用了这句语言 如法御者 法善可舍 何况非法 就这个意思 说一切法 你都是不可得的 你用到自信当中 去就好了 你不要去贪婪 与倦怨他 过于贪婪 语言 文字的人 也叫法直 法直是啥呢 也叫贪的一种 有贪就要不敬 就不能生为敬多 你读经典再多 越多越放不下 这是所知障 知道的多 反而障碍了你 不能显现你的佛经 所以说这老人家 我分析没有见到 买了一封信 是不是有这种现象 因为知道的多的人 容易存在功高过慢 哎呦 我知道什么什么 张嘴闭嘴都是佛说 但是就没有自信所说 其实佛法是自信说 佛说就是自信说 不存在文字 只有语言 所以佛说 我所讲法 也讲也没讲 就这个道理 是告诉大家 无论修行 哪一个法门 亲近哪一个善诀 不要过于执着 我们刚才讲的 和这老人家讲的 有些观点 修多少年的人 要么执着于经典 要么执着于 依赖于师父 要么说哪有大德高僧 他转圈的依赖 人们就忘记了一件事 想不想到 依赖于你自己呀 哎 你自信不决 依赖于谁都是枉然 就这个道理 说心外无有法 善恶有心生 一切病苦灾难 能否成就 取决于自己 有志会变 无志会变 但是亲近三知识 这个就非常之重要 所以 法治 我想这老人家是法治的 十几年没解读 法治也不行 法治也会障碍 今天三知识 提问题的就是 告诉我最后老人家 以最坏数字去看光碟 对号不做 随碟拆回来 一封感谢信 谢谢你啊 确实啊 这位军事很发心 靠低保生活的人 都能拿出钱来请关牌 非常感谢你啊 我也代表法治众生 感谢你 你能做法师 能利于十方 你既是佛普遭 非常好 也希望这封信啊 能教过我们修行人 看一看 一个用低保生活的人 不可生大分心 去利益别人 用低保金的一般总之缘 去请光碟 而且请了三套光碟流动出去 非常不容易啊 体上给大家说说 其实他说的对 我们讲的这个光盘呢 是不可用金钱去衡量它 你有多少钱 不能换得到法宝 他说的很真实 领悟的也很好 我们也说 一个没有钱的人 他会修 福德资粮 也劝一下有钱的人 你们也学一学 金钱放在哪里最有用呢 利益众生最有用 干啥最有功德 利益众生最有功德呀 请光碟 弘法利生 你施与众生的 不光是金钱 财师法师 财法金师 你施与众生了 法身会命 你能转光碟流通 修的就是出六道的因啊 因为给人送去法身会命的人 你既是未来的佛 未来的菩萨 我们要会修行 别看这个军事很贫穷 但是他很会修行 非常好 如果人人都不生这么大的悲心 众生就难获解脱 来拿出你的钱 做一点真实利益众生的事 让人们解脱 不是口喊我可慈悲了 那得真做呀 什么慈悲呀 这个法真慈悲 多少人都需要的 说法的流通 确实需要大量的人发心 来为一切众生祝愿 真正的能做到救度苦难 不然的话是做不到 这个光碟的流通 现在我们才一年多的时间 还有太多的人 没有这种法宝 特别是比较偏远的山区 农村 他们五大仙 就只大仙过日子了 挣大仙就快看大仙 闭眼睛挣钱 闭眼睛看大仙 自己都没有受益 如果把这个法赚给他们 他们如理如法地生存 挣钱也如法 花钱也如法 谁都利益 你这么一座大仙铺天盖地 哪都是了 所以说非常随起这个巨石 能做一念的法师 而且内众生 我那样也是想劝化一下 我们发心的菩萨 因为地宝的人都生大悲心了 都快生菩萨了 我们也要生大悲心 赵老师你好 你爹中只讲了 在有山的地方 如何选择墓地 如果在没有山的地方 如何选 请开始 我讲的这个选墓地 是任人而讲 是人需要的时候 我讲 说我们现在修行人 最好啊 都能把自己修好 咱不要墓地 要墓地是干啥 下去呗 对呀 不要墓地呢 不要墓地就上去呗 所以说 没有山的地方怎么选 你得要选有路的 有水的 不障碍别人的 你说你没有山 你别障人家跟起来 人也生烦恼 现在这个墓地啊 现在咱们尤其是这一左右 现在障的不是很多 因为土地很有限啊 一般都是 障的有山的地方 山区障的比较多一些 像我们现在的城市 都是公墓这种形式 所以墓地这一块 应该如何选 这也没有固定 因为你要选的地 是什么样的方向 这也是个 这也是个契机契礼法 没有固定的 到底它如何选 说有山当然了 我交给你 坐山还水 脚下有路就好 说那没有水 没有山 那咋选呢 那就是契机契礼了 我告诉我 你这个地方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我就给你做一下指导 这是临时法 不是固定的啊 因为所有的山和地 都是不一样的 有靠山的 有靠水的 靠人家的 靠什么的 这都不等 没有固定这个 赵士尼辛苦了 随起尼和护法的功德 请问您有双修这个法门吗 其实啊 佛法是八万四千种法 怎么修都好 就是不偏离轨道就好啊 指的双修也就是现在人所分的派别 密宗 禅宗 这个 静宗 几个宗派 都有修持的方法是不一样的 所以称为双修不双修 其实这个就自己去掌握 经和咒 理解的问题 怎么修都好 派别佛没有分 是人们后来分的 怎样都射六根 这个呀 都射六根这件事 确实挺难的 但是你应该是说 还得要见因果 不见因果的时候 不知果报的可怕的时候 你非常难以都射你的六根 说你见色不摊 你能做到哦 难 蛇是肠胃的 蛇跟 健胃贪婪 说我吃什么都一样 你能做到不 这不是别人教你的 必须是自觉 自不能觉 谁能让你的眼睛 见了不摊呢 说刚刚你见啥 你也不能摊啊 见色不摊 真修行 能不能做到 要见因果 见到种种的果报 太可怕了 说你想摊什么 你都不摊 你知苦才能乐法 你才能毒舍 这不是说的事 我说让你不起心 不动念 你能吗 不见得能 因为你没觉悟啊 你还有一丝的眷恋 都不叫毒舍 这六根必然是 眼耳鼻舌深意 六个贼 佛称他为六贼 说人要是不觉 能被六贼所束缚 你必然沉沦 就这道理 六根不能寂静啊 笔文好味 眼见好色 耳听好声 说都舍 说有的居民说 我都舍六根挺好的 也不未见得 我们就讲 批评这件事 批评你 你就生烦恼 表扬你 你就快乐 你都舍六根了吗 应该大多数人都这样 修行人也是 哎呀你修得好 怎么怎么 他可欢喜了 一旦说你举举 他马上就不高兴 很难哪 真正都舍六根 那真得多大的觉悟之人 见色不贪 见是非见 闻是非闻 就像我们心经讲了吧 是不是这意思 我们说怎么样都舍 这个还是要靠自己啊 佛讲了很多很多道理 如果你能领受 你能真修 你就能都舍 不然的话 你都舍不了 人们最难都舍的 就是这个意念 你能不能你的每一个念 都是善 不是恶 一个恶念不生不己 也很艰难 说修行的人 不求金钱 他求名利呢 干啥 他求功德呢 说怎么修有功德啊 现在我们道场应该说 接受因果的教育 会好了很多 不然的话 也有太多的人 都是在求功德上而修行 放生有功德 干啥有功德 天天研究这点功德 你能修多少功德呢 这就不叫都舍六根 说都舍六根 这范围太大了 你要讲起都舍六根 那就没边没记得 确实这样 说怎么样都舍 那当然了 你要先管好你的心 所以佛说 心就是王啊 清净栽戒 就是城墙 那你看 你没有清净栽戒 你心王也坐不住 心要是不绝 你就一切都乱了 什么都不能做了 所以这个都舍六根啊 怎样都舍 觉悟吧 还有那句是说 哎呀 我吃实在 像我们有一天回答问题时 说这个瘦五根的人 要吃香肠 说把那个肥肉 拔着就不吃 吃瘦肉 算不算半件 咋不半件呢 你说吧 那肥肉瘦肉 都是肉不是 那猪身呢 那个长肉的时候 光长肥肉来的 不长瘦肉啊 你不是自欺欺人吗 有一天一个局势提条 给我露个笑呢 说 他说了把肥肉 拔出去以后吃 问我爸已经有干饭了 那给我 那猪身长肉的时候 所有的众生长肉的时候 他妹说 光长肥肉不长瘦肉 说瘦肉不是众生 肥肉就是众生 说怎么修 都修得不彻底呀 为啥呀 为都设六根 想不不了你这个 贪欲之心 贪啥 贪口欲呗 说不吃不行 难呐 所以说 真正能吃树的人 真就不得了 我不吃树的时候 我就看这些吃树的人 我就特别佩服他们 哎呀 真能放下 他不吃肉啊 真行 那时候比较颠倒啊 现在直到众生平等了 你跟我钱我都不吃的 所以你不能真正觉悟的时候 你就放不下 这个贪欲 确实这样 因为 无始节造业啊 你想要众生一下就不造业 太难 说立地就成佛 那谁就形容欲啊 说现在就立地 可惜难得不得了 但是一点 这个都舍六根啊 必须要心先觉悟 心要不觉悟 你每一个都舍 像我们 现在到上 也有些小年轻人 二十几岁 三十几岁 开始吃树了 这不容易啊 真的不容易 我这个钢强纵生 我吃树 吃了好几遍 吃树 突然啥不吃树 一下就有病了 病倒了 病倒了 上医院一看 大夫说缺营养 来说一看 说查点血化验一下吧 可哪找到血 玩哪去 你这不是罪恶感召 你说 那人家不吃肉就行 那你不吃肉他就不行 就治理你 你就倒了来 倒了去 你说不吃肉 你真是人 罪恶神圣武士 就当五水节吃肉来的 你不吃 不吃就给你撂倒 天有病 就大夫说 不用说了 你是吃树的 你咋知道呢 血管都找不着了 实际上 还是心魅觉五白 你这个吃树 吃的当然就不自在 是不是当了呀 那时候不知道 我就知道人都吃树 说修行人不吃肉 然后就不吃肉了 魅明这个理 你就吃不了这个树啊 你是听人说 不吃修行人不吃树 为啥你没生大悲心呗 现在吃树了 要说我吃树很 就是有不信佛的人还不信 吃树咋那么好呢 为啥跟觉悟有关系呗 因为直到纵身平等了 食肉的时候呢 就知道 是十里的六亲 十里的父母 纵身是平等的 有了大悲心 再不吃肉 然后再回向 所食的纵身 不但消夜了 而且还长了功德了 你说你不吃肉 咋不行 行啊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 没有散之之指点 你就不吃肉了 不知道因为啥不吃的 反正就不吃了 不明理吧 习都糊涂都不吃 当然不受益的 所以一次是吃树 一次次给你撂倒 起不来 不吃就起不来 不觉悟 现在才懂啊 所以说散之是多重要啊 没有散之之的指点 你连吃树都不会吃 吃了你只住院 吃了你只有病 你说吧 所以我确实 也从这里找不出来的 啥叫都射六根 这就没都射呗 你说你不吃的 你没找到不吃的道理 没通理啊 人们当然就难以受益啊 就这道理 什么叫念佛三昧 念佛三昧啊 这也就是一个佛语 泛语的意思 我们告诉大家 已经在行播中的时候 跟你讲 就是都射六根 心不散乱 就叫三昧 入禅的意思 禅就是六根寂静 不起心不动念 所以佛称它为三昧 有好多三昧 不散乱 在那儿 请到凰